男孩拉拉队女神李多慧自从加入乐天桃源拉拉队后 在台湾的人气不断攀升 不过日前她更新YouTube影片 透露自己看起来丰厚的发量 其实都是靠接法来完成的 李多慧在五年前曾担任发型模特 设计师未经同意就剪短她的头发 她只好开始接法 结果演变成恶性循环 她的发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接法虽然能打造丰厚法量 但其实非常重 如果长时间绑马尾还会头痛 但为了工作不得不忍耐 近日李多慧回韩国休息两周 趁机将接法拿掉让头皮休息 也首度在镜头前曝光了自己的针法 就连美发师也惊惑 她的发质真的很糟糕 必须好好保养才行 最后李多慧也表示 希望以后能用针法与粉丝见面 迎来大批网友留言为她交代气 大赞李多慧对工作要求完美 真的超级认真超级惊艳的 难为大家都这么喜欢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